与多位市议员共同聆听自来水公司方面的简报 立法人蔡市议员开心的宣布 中央台北社区自来水加战即日起正式启用 社区3000多屋住户 不用再担心报馆道路漏水与水压不足等问题导致无水可用 如果大家提到高地社区缺水最原动的地方 大概就是我们的壮观里的相关区域 那这个市议员过去在任何议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面对这样的困境 可是当时一直没办法有效的解决 那在我担任立委之后 我们跟许多的议员我们多次的找中央政府来协商 那后来确定了中央高地供水的方案 在108年109年的时候开始来推动 那所以我们把中央台北社区 这11个社区就列为重点的我们的整个更新的工作 那历史接近一年的时间 那我们把整个的加拉站在后面看到的已经正式的完成 那当然过去我们也非常感谢相关的民间 他甚至也帮忙协助 把另外麦津路三项的连外道路也铺设完毕 让整个壮观里的周遭整个有个划时代的改变 这项高地供水改善计划也获得当地壮观里里长肯定 当时候这边的水漏得很严重 现在加拉站的启用 让我们很多居民可以在用水的部分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他们的费用完全就不会再增加其他的费用了 这个加拉站只要好了我们用水的那个就是频率跟用水的量 会比较正常一点 不会说有时候有水有时候没水 至于后续工程收尾部分 主要是将在三天内会整各个社区居民的意见 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改善完成 我们的工程大部分都已经完工 那各个社区有提出来说 有一些小的希望我们配合再改善的部分 那我们会同社区的主委 那在三天之内 把他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再做一个确认 那确认好了以后 我们就变更 如果跟这个工程有关系的 我们办理相关的变更设计 然后施作 蔡思寅强调 基隆还有多个社区正在进行高低供水改善工程 另外有几个社区也想加入高低供水改善方案 他会协助这几个社区 以壮观台北社区为例 了解推动进度和成效 在今年度也有新的社区 跟思寅来讲到 希望也能够申请高低供水的方案 那思寅也有协调 经济部水利署以及水公司 已经核定了新的几个社区 那未来他们也有相关的模式 那我会邀请他们来壮观你这边来看一下 让所有的其他基隆市的社区好朋友 都能够了解到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进度 非常明确的一个效果 非常明确的一个模式在这边 我相信对于未来 基隆市高低供水的问题 就能够有效的解决 蔡思寅强调 在他担任立委期间持续督促下 基隆市漏水率大幅减少了10% 之时 尤其协调自来水公司 以铸铁管方式 带换老旧自来水管 更有效减少自来水管线 因为受到挤压 而破管漏水的情况发生 向未来接棒的立委 能够延续这项政策 改善基隆的用水 记者张其他金融报道